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我是专门破解故事密码的露露姐姐 今天超展开故事系列 露露姐姐又打算从口袋里掏出什么神奇故事呢 今天的故事叫做任意门不可任意 拥有任意门的主角叫做冷谦 他是元朝末年 明朝初年的人物 虽然冷谦住在城市里 但是他的朋友不多 常常独来独往 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忙些什么 有一年夏天 天气热乎乎的 感觉地上都要热得冒出烟了 冷谦有个老朋友 是在乡间教书的王秀才 王秀才老远地来拜访他 一走进门就猛摇扇子 扯着衣领 大呼 哎呀 好热 好热啊 这是什么天啊 真是热苦我啦 冷谦轻轻地招招手 说 你来得正好 一起吃砂糖绿豆凉水吧 王秀才一把端起桌上的瓷碗 大呼 哇 冰块都还没化掉 王秀才稀里呼噜地喝下去 说着 清凉啊 真是清凉 哎 冷老弟啊 你可真有办法 大热天的 你是怎么弄到冰块的 冰块 那还不容易 要多少有多少 我这儿还有荔枝呢 说着说着 冷钱递给了王秀才 一盘红艳艳的新鲜荔枝 这这这就是传说中只有四川才有的荔枝吗 听说这荔枝特别容易腐坏啊 四川离这里上千里远 你是怎么得到的 冷钱只是笑而不语 王秀才一边品尝着荔枝的香甜 一边说 哎 冷老弟啊 你太神通广大了 这回 拜托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跟你说啊 我在乡下教书 我穷 学生比我更穷 好教那几个学生 我一天没一餐吃得饱的 实在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下去 你好心 帮帮我吧 冷钱回答 你想我怎么帮你 王秀才搓搓手 贼头贼脑地说 嘿嘿 冷老弟啊 我看你日子过得不错啊 连冰块荔枝都吃得上 以前我也帮过你 要不你便一点黄金给我呗 冷钱听到王秀才这么说 露出为难的脸色 拼命地否认 我哪有本事便出黄金 没的是 没的是 王秀才不死心 对冷钱死缠烂打 好说 歹说 冷钱才终于松口 好啦好啦 我就帮你这一次 我跟你说 我是不会变黄金的 但是 我可以送你去拿黄金 王秀才一听 眼睛真的不而亮 冷钱继续说啊 我送你去一个地方 但是你只能拿三块黄金 千万不能贪心 什么都不能多拿 知道吗 王秀才听着蒙点头 于是 冷钱从怀里逃出了一只毛笔 在白墙上画了一道门 念念有词 喊了一声 变变变 墙壁上竟然真的变出了一道门 冷钱转头叮嚀王秀才 你现在可以推门进去 切记 只能拿三块黄金 要速去速回 不能耽搁 一旦被发现 你跟我都会完蛋 王秀才用力地点头 用力地回答 是是是 我一定只拿三块 快去快回 绝不耽搁 王秀才推开了墙上的门 走了进去 天啊 里面竟然是一座又一座庞大的架子 这一区的架子上都是黄澄澄的金条 那一区的架子上是各式各样的宝石 珊瑚 珍珠 翡翠 王秀才完全看花了眼 忘记了他答应过 只要拿三块黄金就要离开 速去速回的承诺 他三心二意 总想挑出最大块的黄金 他只恨啊 自己没有拎个布袋进来装 王秀才心里想 这下子走运了 从今以后啊 不用再过苦哈哈的日子了 有了这些黄金 也不用再教书了 我要盖个大房子 请两个庸人天天服侍我 他的美梦突然被打断了 有小偷 从另一扇门跑进了几个人 吆喝着把王秀才给五花大绑了起来 原来啊 王秀才进去的地方是国家的金库 犯下的可是滔天大罪啊 王秀才被抓到皇帝面前审问 他实实在在吓坏了 一五一十的河盘拖出 是冷千搞的鬼 官府当然立刻派人去逮捕冷千啦 冷千就知道 这王秀才太贪心了 于是牵连到他自己 可想逃不掉了 就在官差要把他抓走的时候 冷千克克气气的问说 冷千拿起桌上比巴掌大一点的小酒瓶举起来 嘴里偷偷的念念有词 突然 他的右手右脚都进了酒瓶 身体也溜进了酒瓶 连左手左脚也缩进去了 最后 连他的头都钻进了酒瓶里 要逮捕他的官差 一时看傻了 来不及拉住冷千 就这样被冷千给消失在瓶子里了 这这这 要怎么回去向皇帝交差呢 只听到冷千的声音从瓶子里传出来 我知道你们也只是凤铃行事 没带我回去 你们会遭殃的 你们就把这个瓶子带回去面见皇帝吧 官差只好捧着酒瓶回去见皇帝 可是 皇帝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呢 皇帝半信半疑地问 冷千 你真的在瓶子里吗 冷千恭恭敬敬地回答 禀告皇上 小的就在瓶子里 皇帝大声地命令 你 现在给我出来 我答应不杀你 冷千说 小的有罪 不敢出来见您 皇帝想到有人能在他的金库里来去赐儒 就越想越生气 一把拿起酒瓶就往旁边的柱子砸下去 酒瓶音声碎了一地 空无一物 什么都没有 皇帝气急败坏 冷千 你给我出来 你在哪里 没有想到 一地的碎片 竟然一片片地全部弹起来回答 皇上 我在这里呢 不过 我该走了 后悔无期 说完 所有的碎片又静静地全部躺回地板上了 从此以后 冷千就消失无踪了 至于那个贪心的王秀才 当然就被判了好几年的罪啦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 这个超展开故事人物 冷千 在历史上可是有名有信有记载的人喔 而且他的画作 白月图 还被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呢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有法术 这露露姐姐可就不知道了 但是露露姐姐知道 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财富 就不应该贪心拿取 天上掉下来的好运 也可能是离奇的灾难喔 因此 不管你的人生 想要得到什么 都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比较实在 我是露露姐姐 直在故事同心格 超展开故事系列 我们下次再会 以上由实在实在 网络教育学院制作播出